大家好,今天孙老师继续带你学习 这就是中国,This is China 那么在上一期的视频中呢 我们学习了综合地理位置和自然情况 中国呢大概可以分为7个地理的分区 华北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华中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还有西南地区 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学习以下三个地区 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 那么这三个地区呢就基本组成了中国的北方地区 好的,第一个我们首先来学习农业发达的华北地区 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省、山西省和内蒙古四十区 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以及畜牧野基地 中国华北地区主要为温带季风气候 夏季高温多雨 冬季寒冷干燥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认识一些 华北地区的主要省市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河北省 在地图这个位置 那么河北省的省会呢是石家庄市 The capital of 河北 province is the city of 石家庄 那么河北的美景呢 有北戴河、承德避暑山庄、山海关 那么山海关呢 也被中国称为天下第一关 那么河北的美食呢 有起子烧饼、邯郸豆沫、驴肉火烧 那么驴肉呢 在河北呢 做的是非常好吃的 Very delicious 山西省 那么山西省的省会呢 是太原市 那么山西的美景有 云冈石窟、平遥古城、五台山 那么平遥古城呢 也是一个啊 有着非常浓厚 晋商特色的这么一个古镇 那么山西的美食有 荤原凉粉、平遥牛肉、石子馍 那么这个石子馍呢 是一种用加热的鹅卵石在上面烧制的面饼 内蒙古自治区 那么内蒙古自治区的首辅呢 是呼和号特市 在这个位置 内蒙古的美景有 阿尔山天池、霍伦贝尔草原、厄吉、纳奇、胡杨林 那么内蒙草原的美景呢 是非常有特色的 中国有句古诗 风吹草地、现牛羊 说的就是这个场景 那么内蒙的美食呢 有麻奶酒、烤全羊、烧麦 那么内蒙人呢 洗食牛羊肉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 自然资源丰富的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指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以及内蒙古东武蒙市构成的区域 东北地区矿产资源丰富 主要矿种比较齐全 东北地区属温带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 夏季温热多雨 冬季寒冷干燥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些 东北地区的主要省市 辽宁省 在地图这个位置 那么辽宁省的省会呢 是沈阳市 辽宁的美景有 安山千山 沈阳故宫 本溪水洞 那么沈阳故宫呢 也是这个清朝的皇帝 在进入北京之前 他们是在沈阳建造了他们的宫殿 那么辽宁的美食呢 有小鸡炖蘑菇 沟帮子 熏鸡 白肉 雪肠 那么辽宁人呢 比较喜欢吃炖菜 吉林省 在地图这个位置 那么吉林省的省会呢 是长春市 吉林的美景有 美满皇宫 长白山天池 高沟丽亡灵 那么长白山天池呢 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自然景观 那么据说呢 在这个天池里还有那个水怪 吉林的美食有 盐边辣白菜 满族 八大碗 朝鲜族冷面 那么吉林省呢 也是中国朝鲜族的一个 居住的一个集中地 那么像辣白菜 朝鲜族冷面呢 都是朝鲜族特色的食品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的省会是哈尔滨市 那么黑龙江的美景有 北极村 五大莲池 扎龙湿地 那么黑龙江省呢 也是中国最北部的一个省份 气候是非常的寒冷 黑龙江的美食呢 有虎皮肘子 锅包肉 第三鲜 那么黑龙江人呢 比较洗食肉食 这是因为刚才说过 他们这里气温 全年的气温很低 所以要通过 多吃一些肉类 来补充身体的热量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地广人稀的西北地区 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甘肃省 青海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总面积304万平方公里 约占中国土地面积的32% 西北地区深居内陆 距海遥远 再加上高原山地地形较高 对湿润气流的阻导 导致本区降水稀少 气候干旱 形成沙漠广袤和戈壁沙滩的景观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 西北地区的一些主要的省市 陕西省在地图这个位置 那么陕西省的省会呢是西安市 那么陕西的美景有湖口瀑布 兵马俑 华山 那么兵马俑呢也是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的一个景观 它是由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 在距今2200多年前建造的 那么陕西的美食呢 有扫子面 活住鸡 肉夹馍 那么肉夹馍呢也是非常有陕西地方特色的一种美食 甘肃省 甘肃省的省会呢是兰州市 那么甘肃的美景有 嘉峪关 敦煌墨高窟 七彩丹霞景区 那么这个七彩丹霞景区呢也是一种有特色的地质器官 每年都吸引了全球的旅游爱好者呢到这里来旅游 那么甘肃的美食呢有江水面 静远羊羔肉和兰州牛肉面 那么因为这个西北地区呢 气候非常干燥 所以呢人们呢喜欢吃一些汤汤水水的东西 像面条在这里呢就比较流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 在地图的这个位置 那么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呢是银川市 那么宁夏的美景有 西夏亡陵 水洞沟旅游区 火石寨 那么我们看也是 由非常有特色的地质器官呢造就的一些美景 很漂亮 那么宁夏的美食呢 有生豚面 清蒸羊羔肉 大五吼凉皮 那么在宁夏呢 他们有一种特色的羊叫做宁夏的滩羊 它滩羊的肉质呢很鲜嫩 大家看这个羊肉非常的好吃 青海省 青海省的省会呢是西宁市 那么青海的美景呢有可可西里 青海湖 昆仑山 大家可以看青海的确实给人感觉一种非常空旷 地广人气的感觉 景色也是非常的有特色 那么青海的美食呢有坑锅羊排 青海酱皮 毛牛肉干 那么青海人呢也是非常喜事牛羊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呢是乌鲁木齐市 那么新疆的美景呢有天山 魔鬼城 卡纳斯湖 大家看也是非常有特色的景观 新疆的美食有烤羊肉串 烤囊和新疆大盘鸡 那么新疆人呢也是特别喜事羊肉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那么在下一期呢 我们将继续学习 其余的四个地理分区 也欢迎大家订阅 LingoIn的YouTube频道 和我们一起认识中国 学习中文哦 在一起订阅